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娱乐圈如同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充满了无尽的变数。 而在这片海洋中,有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以独特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天际,他就是肖战。 近日,许多人在惊叹与感慨中破防,只因肖战一直稳坐顶流之位,且呈现出断层之势。 这不禁让人发问,肖战怎么可能一直在顶流位置?难道江山真的不易主吗? 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肖战的成长之路,便会发现他与那些靠着资本起家的棋子们有着天壤之别。 肖战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实力,在娱乐圈的荆棘丛中杀出血路的草根艺人。 他的光芒并非如流水般短暂意识,而是如恒星般持久璀璨。 他不能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水流量相提并论,因为他是用汗水与努力助就辉煌的真正强者。 一个艺人是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后续资源和咖位便是最直观的证明。 在如今这个影视寒冬下,肖战没有成为观众审美疲劳的过期品,而是片约不断。 他与更优秀的团队合作,与大导大制作强强联合,资源越来越顶级,咖位越来越高。 他的身份从顶流迈入主流,从明选偶像到官媒认证的性格演员。 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坚实而有利,每一个成就都闪耀着光芒。 这些,正是他口中一直强调的上坡路。 肖战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想要的靠自己争取,不走歪门邪道的信念。 他一直坚守着人生没有捷径,走捷径是要付出代价的原则。 正因如此,他的路子才那么稳,那么豁然开朗。 他就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在娱乐圈的荒野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他不依赖资本的扶持,不追求短暂的荣耀,而是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的巅峰。 回看肖战的作品,从《陈情令》爆火后,他并没有困于各种偶像舒适区。 他所接拍的剧本品质过硬,风格迥异。 他在各种角色间穿梭自如,快速提升着自己的演技。 这,才是一个真正想要做好演员的态度和行动。 他敢于挑战不同的角色,勇于突破自我,不断探索着演绎的无限可能。 他用每一个角色,诠释着自己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用每一个作品,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反观有些艺人,一面打着走实力路线的旗号,一面却不断接拍同质化的角色,毫无挑战可言。 他们享受着,那泡沫一般的短命红利,消费着粉丝的热情。 当某一天滤镜退去,泡沫换灭,一切的资源便抽身离去,自己落得个无戏可拍,在家抠脚的境地。 要不就是跑个综艺混个脸熟,再也掀不起风浪。 而肖战,他是真正的大智若鱼,是真正的在运筹帷幄。 他深知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他初心不改,坚守原则,权衡利弊,才能有一直向上的上坡路可走。 肖战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演艺事业上,还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事中。 他谦逊有礼,善良温暖。 他对待粉丝如朋友般真诚,对待同行如伙伴般尊重。 他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的存在,就像一束光,照亮了那些在黑暗中前行的人。 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在未来,肖战的路只会更宽广,更长远。 他将继续在演艺的道路上绽放光芒,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他将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征服更多的观众。 我们期待着他的每一次出现,每一个惊喜。 让我们跟上他的步伐,一起见证他的辉煌。 肖战,你是娱乐圈的破局之光,是我们心中的璀璨之星。 你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将是我们心中永恒的偶像。 你的故事将成为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肖战主演的《德显景志》正在紧锣密鼓拍摄中, 关于这部正无首部电影巨制,又是战争大片,大众都是极为关注。 近日该片编剧蓝小龙接受采访的一些细节曝光,被问怎样理解杨刚之气。 讲真战争片谈杨刚也可以理解,没想到蓝小龙对此却颇不认同, 而且通篇没有提萧战,却仿佛处处都在赞他。 说到杨刚,通常用来形容男子气质刚硬,也泛指强劲有力。 人们也总是觉得男人奋章的肌肉,战马上的狂奔,疯狂的赛车,别有杨刚之美。 其实这些不过是浮于表象的东西,也是蓝小龙不认同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勇气、智慧、自控、宽容、幽默,哪个都来得比所谓杨刚重要。 男人罪过命的东西是什么?是你心灵的健壮,是你心灵的强悍。 相对于这些,杨刚那种东西,就太搞笑了。 不得不说,蓝小龙的阐述非常精辟,他抛却了那些表象,更注重内在品质。 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提萧战的名字,相信这些品质正是他所以选择萧战来主演这部战争剧片的原因所在。 从肖战过往所饰演的许多角色中,我们也能感受得到蓝小龙所说的真正男人的样子。 比如顾一也全身心交付国家,铁骨铮铮,石影虽仙气飘飘,却永丹家国大义。 肖春生更是百折不挠,追求梦想。 凡此种种肖战饰演了一个个有勇有谋,有情有爱有担当的角色。 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却净显男人本色,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大神观,还是市井寻常的小人物,都不妨碍他们有着强大的内心,有着宽广的胸怀与大爱。 肖战本人也是如此。 从外表看他偏向温文尔雅,时而是金池贵公子,时而是青春的男大生。 但骨子里的强悍可不是说说而已。 没背景,没靠山,小透明时就敢于跟公司拍桌叫板,顶着莫大阻力也要走自己的路,示威勇气。 在众口硕经时,他没有于惯常思维,一句,于粉丝是平等的。 成功破局,视为大智慧。 出道以来,一直保持最佳状态,仿佛流逝的时间为他停住,那是无比自律与自控的成果。 对他人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令人如坐春风。 对粉丝,退款,包邮,关闭购物通道,现实销售,不显销量,尽可能地为粉丝谋权益等等,与时下明星与公司想方设法割韭菜,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有此区别,归根结底,因为善良而有爱。 素人时就做公益,如今更是公益从不缺席,低调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见惯了娱乐圈耍帅半酷利人设,哗众取宠,身为肖战的朴实低调,却真挚地处事而感动。 什么叫男人,什么叫男子气概,不是冷酷叫嚣,不是好勇斗狠。 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有稳定的情绪,是遭遇多少磨难,都保有阳光向上的精神,是无论怎样的质得意满,也不骄狂,始终善良有爱。 炫目酷拽的人设,骗骗小姑娘还行,成年人认得是真材实料,品质担当。 肖战一再赢得明岛明边欣赏,斩获一个个惊天俱饼,离不开他处众的演艺实力,更离不开他的人格魅力。 为何得一双心,得在钱? 实在是做不好人,就做不好事,即便一时成事,也注定不会长久。 有道是,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 让我们都做一个内心强健的人吧,一起加油。 在时光的长河中,时尚如同一朵绚丽多彩的浪花,不断地拍打着人们的心灵,激发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而在这个充满魅力与创造力的时尚世界里,有一个合作堪称传奇,那就是肖战与意大利奢侈品牌TOTS之间的深厚羁绊。 当我们踏入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时尚界的合作常常如流星般划过天际,虽然耀眼,却短暂意识。 然而,肖战与TOTS的携手却打破了这一常规,他们的合作关系有如一颗璀璨的恒星,持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自2021年至今,肖战作为TOTS的品牌代言人,就如同一位神奇的魔法师,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品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成为了意识优雅与现代魅力完美融合的生动助角。 2021年5月,那是一个注定被铭记的时刻,肖战与TOTS的合作正式官宣。 从那一刻起,一场华丽的时尚之旅便拉开了帷幕。 双方的合作绝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产品代言。 而是深入到了多个维度和层面,如同编织一幅绚丽多彩的时尚画卷。 从男装的帅气,洒脱到女装的优雅迷人,从独具创意的胶囊系列到精彩分成的特别活动。 肖战的身影如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无处不在。 他以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如同一位魅力非凡的使者, 成功地将TOTS的品牌精神传递给了无数的消费者,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了这个品牌的独特魅力。 在2021年的《春夏男装》大秀宣传中,肖战首次惊艳亮相。 那一刻,他仿佛是从童话中走出的王子, 以其独有的气质诠释了TOTS所代表的那种简约而不失奢华的生活方式。 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散发着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艺术与时尚的梦幻世界。 紧接着,在同年8月的秋冬成衣广告中,肖战再次携手著名摄影师徐闯, 如同两位艺术大师共同创作一幅杰作。 通过一系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 他们展现了品牌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 每一个线条,每一个纹理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此后,无论是在2022年的春夏还是秋冬, 肖战都成为了TOTS宣传中的重要面孔。 他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明星,始终闪耀在时尚的天空。 他不仅参与了多计服装广告的拍摄, 还推出了联名胶囊系列TOTS for XC。 这个系列的诞生,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已经深入到了设计领域, 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艺术结晶。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肖战的创意与灵感, 以及TOTS的精湛工艺和品质追求。 除了服装领域,肖战还积极参与了TOTS其他产品的推广。 在2023年的TTimeless系列宣传中, 他以优雅的姿态展现了这个系列的永恒魅力。 而在Gamino Bobo系列鞋旅的宣传中, 他又如同一位活力四射的精灵将鞋旅的时尚与舒适完美结合。 这些宣传活动不仅展示了TOTS产品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同时也彰显了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的多面性。 他可以是优雅的绅士,可以是时尚的潮人, 也可以是充满活力的少年。 每一个角色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还积极参与了TOTS的社会责任项目。 在2023年4月的罗马斗兽场修缮计划宣传中, 他展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他的参与不仅提升了品牌的形象, 也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肖战。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时尚不仅仅是外在的美丽, 更是内心的善良与责任。 而对TOTS集团总部的探访, 则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品牌的历史与文化, 也让我们看到了肖战对品牌的尊重和热爱。 四年的时间, 如同一首悠扬的乐章, 见证了肖战与TOTS之间深厚的合作关系。 从最初的尝试到如今的默契无间, 他们共同成长的故事, 无疑是时尚界的一段佳话。 在这个过程中, 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TOTS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 他就像一阵春风吹开了时尚之花, 让TOTS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而TOTS也为肖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让他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和价值。 肖战他是时尚的引领者, 是美的化身。 他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时尚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 更是一种内在的表达。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且充满潜力的合作伙伴。 他的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举动都充满了智慧和勇气。 他不随波逐流, 而是坚持自己的风格和信念, 为时尚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TOTS作为一个百年品牌, 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通过与肖战的合作, 他展现了一个百年品牌与时俱进的魅力。 他不断地创新和突破, 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他就像一座永恒的灯塔, 在时尚的海洋中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肖战与TOTS的故事告诉我们, 时尚不仅仅是关于美的追求, 更是关于文化和态度的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相互成就, 共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时尚传奇。 在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肖战将继续作为TOTS的形象大使, 带领更多的人领略到意识生活的美好, 也将TOTS的品牌故事书写得更加精彩。 他们的合作将继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成为时尚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与TOTS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时尚传奇, 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 当肖战断层领跑内于年轻艺人赛道之时, 整个娱乐圈都为之震撼。 他的光芒如此璀璨, 仿佛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让人无法忽视。 肖战的崛起, 犹如一场绚丽的风暴, 席卷了整个内鱼。 他在经历了2020年事业的低谷气候, 竟然能够绝地反击, 以坐火箭般的速度将同期艺人圆圆甩在身后。 这一惊人的转变, 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他悄无声息地完成了 从流量明星到实力派演员的华丽转身。 而且最为可怕的是, 他在这个过程中, 依旧没有丢掉自己顶级的星光。 他成为了内鱼流量与实力双顶的男艺人, 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 屹立在娱乐圈的巅峰。 身负七个国际高奢品牌代言的肖战, 商业价值内于置顶。 他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更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他就像一位优雅的王者, 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成为了无数人追逐的对象。 他的每一个代言都仿佛是一场艺术的盛宴, 让人沉浸在他的魅力之中无法自拔。 然而, 在肖战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 却有很多人质疑他的粉丝跟不上他的脚步。 但这又如何呢? 肖战的光芒是如此耀眼, 他的魅力是如此强大, 即使粉丝们偶尔会显得有些吃力, 但他们对肖战的热爱却是坚定不移的。 肖战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恒星, 他的光芒吸引着无数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即使有些人暂时跟不上他的步伐, 但他们也会在努力追赶的过程中被肖战的魅力所感染, 从而更加坚定地支持他。 肖战的发展速度之快, 让人惊叹不已。 他刚出道, 就已经代报了。 代报还来不及营销, 就已经大报了。 顶流之位还没来得及好好营销一下, 就已经成为了断层顶流。 断层顶流还没加深印象, 就已经进入了终生实力派的行列。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坚定, 如此迅速, 仿佛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无人能挡。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综合素质, 业务能力和人品都是一流的。 他拥有着帅气的外表和迷人的气质, 同时又具备着扎实的演技和出色的歌唱实力。 他对待每一个角色都认真负责, 用心去诠释, 力求将最好的表演呈现给观众。 他的努力和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的人品更是无可挑剔。 他善良, 真诚, 谦逊, 对待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爱心和耐心。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偶像。 感觉不管是粉丝还是黑粉, 甚至是媒体都跟不上肖战前行的脚步。 他就像一阵狂风席卷而过, 让人来不及反应。 网友总结说他确实跑得太快了, 粉丝跟不上是事实。 想要夸他, 给他立人设, 真的都赶不上趟的感觉。 但这恰恰说明了肖战的独特之处。 他不需要别人为他立人设,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他的每一个成就, 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都是他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 有的网友评论说, 2020年最黑暗的时候, 自己真的都没有担心。 因为肖战的综合素质, 业务能力和人品就摆在那里, 从低谷到高峰就是时间的问题。 爱他的人能做到陪伴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他都会自己解决。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粉丝的心声。 肖战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放心的偶像, 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他都能勇敢地面对顽强地克服。 他不需要别人为他担心, 他只需要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现在的状况并不是肖战放不放弃流量的问题, 而是观众的眼神就是流量。 肖战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人在关注, 他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 他早已将这些抛诸脑后, 在实力派的赛道上越跑越远。 他就像一位无谓的勇士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勇前行。 他的努力和拼搏让人敬佩不已。 他的坚持和执着让人感动不已。 就好像一个家长陪着一个天才孩子学习一样。 肖战会自己往前跑, 根本无需操心。 等你想起他的时候, 他已经硕士, 博士一起读完了。 孩子省心就是福气啊。 肖战从来不需要粉丝为他营销什么。 他是一路狂奔带着粉丝跑。 看着他努力冲刺, 你只需要为他欢呼鼓掌就好。 他用自己的行动激励着每一个人勇敢地 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地超越自我。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你的光芒将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充满希望和勇气。 你的故事将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传奇, 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努力奋斗, 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拼搏。 无论未来的路有多漫长, 无论前方的挑战有多大, 我们都将与你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因为你是肖战, 那个独一无二的肖战, 那个永远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肖战。 当八月的威风悄然拂过, 肖战方如往常一样, 为粉丝们送来了那份珍贵的家书。 这封家书,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散发着温暖与智慧的光芒。 它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公告, 更是肖战及其团队 对所有支持者满满的心意, 承载着他们对粉丝群体的深切关怀 与殷切期望。 一、专注自家、 坚守初心的引领者。 在娱乐圈这个如同万花筒般 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专注自家这四个字 已然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 肖战工作室以其坚定的声音 呼吁所有的粉丝, 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风云变幻, 都要紧紧地坚守自己的初心, 不被那些无端的谣言和负面情绪所左右。 肖战就像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灯塔, 为粉丝们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 对于那些未经证实的消息,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绝不能轻易成为传播不识信息的一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健康, 积极向上的粉丝文化氛围。 肖战的这份坚持和引领, 让粉丝们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 它的存在, 让我们明白, 专注自家, 不仅仅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对自己和偶像负责的表现。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干扰的世界里, 肖战就像一股侵权, 流淌在粉丝们的心中, 让我们始终保持着那份对他的纯粹热爱。 他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举动, 都在激励着我们坚守初心, 不断前行。 二, 抵制带拍私生, 守护明星隐私的守护者, 作为公众人物, 肖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他的个人空间。 带拍和私生犯的行为, 就如同乌云一般, 严重干扰了明星的日常生活, 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肖战方明确指出, 抵制带拍私生, 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肖战, 他不仅仅是一位耀眼的明星, 更是一个需要被尊重和保护的普通人。 他也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隐私。 每一位粉丝都应该自觉地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 让肖战能够在无干扰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 肖战用他的善良和宽容, 对待着每一个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侵犯他的权益。 我们要像守护自己的家人一样, 守护肖战的隐私, 让他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空。 他的笑容, 他的努力, 都值得我们用最真诚的行动去守护。 三, 面对谣言, 理性应对的榜样, 网络世界, 复杂多变, 谣言往往比真相跑得更快。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肖战就像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面对针对自己或其他艺人的不实言论, 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智。 肖战工作室鼓励粉丝们, 在发现恶意造谣信息时, 要及时收集证据并向相关平台举报, 必要时还可以寻求法律援助。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面对谣言, 我们不能退缩, 不能沉默, 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 肖战也让我们相信工作室的专业处理能力, 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支持偶像的作品上, 而不是卷入无意义的网络口水栈。 他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他用心血, 铸就的艺术瑰宝。 我们应该用欣赏和赞美去回应他的努力。 肖战的理性和勇敢, 成为了粉丝们的榜样,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也能保持坚定的信念, 勇往直前。 四, 关于未来, 一切以官方为准的智者, 对于粉丝来说, 最关心的莫过于偶像的新作品动态。 然而, 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一些非官方渠道发布的所谓内幕消息所误导。 肖战工作室再次强调, 关于肖战的一切动态, 均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肖战, 他就像是一位智慧的领航者, 用他的沉稳和冷静, 为粉丝们指引着正确的方向。 他知道,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能被虚假信息所迷惑。 不论是新剧开拍, 还是活动安排, 只有经过确认的消息, 才值得信赖。 这种透明化沟通方式, 不仅能够减少误会, 还能增强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信任感。 肖战用他的真诚和负责, 赢得了粉丝们的尊重和喜爱。 他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行动, 都在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信任和追随的人。 五、快乐追星, 享受生活的倡导者, 追星, 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寄托。 他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之余, 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然而, 过度投入, 可能会导致失去平衡, 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质量。 肖战及其团队, 希望每一位粉丝都能够明白, 真正的支持, 不仅仅是为偶像打榜投票, 更重要的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肖战, 他就像一位温暖的朋友, 用他的关怀和鼓励, 让我们在追星的同时, 也能照顾好自己。 快乐追星, 意味着在支持偶像的同时, 也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让这份热爱成为生活中一抹亮丽的色彩。 肖战的每一个笑容, 每一个鼓励, 都在提醒我们, 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温暖和幸福。 它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 追星不仅仅是一种追求, 更是一种成长和进步的动力。 总而言之, 这封家书不仅是对粉丝的一种引导, 更像是一份来自肖战本人的温馨提醒。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背景下, 肖战用他的温暖, 智慧和勇气, 引领着粉丝们共同前行。 他让我们明白, 追星不仅仅是一种热爱, 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让我们携手共进, 用理性和爱心为偶像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吧。 肖战, 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你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 你的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举动, 都在书写着属于你的传奇。 我们将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 见证你的成长和辉煌。 让我们一起,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 共同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